大家好 歡迎收看今天的大千世界 在電影電視尚未興盛的年代 皮影戲曾經在民間風靡一時 如今卻遭遇後繼無人的困境 然而在馬來西亞 就有年輕一代的創作人 為了不讓傳統文化被遺忘 嘗試將皮影戲電動化 令觀眾印象深刻 隨著音樂的節拍 雕刻精緻的是有俐落的舞動著肢體 這組利用軌道和機械手臂 表演皮影戲的裝置 是由馬來西亞的大學講師 艾哈馬德設計製作的 又愛皮影戲的艾哈馬德 在政府撥款4000多美元的資助下 從去年7月開始著手 將皮影戲電動化 希望能拯救這個即將消失的文化遺產 所以在研究中 所以用作為工程的工程 可以使用更加深刻的 可以使用在哪兒 在哪兒 傳統的皮影戲使用瘦皮手工雕刻的皮影 並需要數十名藝術家的長時間排練 電子皮影戲則改用電腦程式控制3D列印皮影 為了盡可能的保持原創性 音樂及角色設計都是根據傳統表演而來 艾哈馬德希望他的發明 能啟發年輕世代對皮影戲傳承的興趣 在未來能講述更多普通人的故事 並做移動式的表演 讓更多人能夠觸及 孟加拉西南部迪瓦三角洲地區 因為長期水災 對農地及居民生活造成危險 今年情況更加嚴峻 每年的洪水季 從持續五個月延長至八到十個月 當地農民為了生存 效仿祖先的古老耕作方法 把原本被當作有害雜草的布袋連 編織成漂浮農場 目前大約有六千名 自己自足的農民採用 在一片汪洋地區布滿一條條綠色的植物長袋 他們是由布袋連的金編織成的漂浮農場 農民撐著小船穿梭其中 進行栽種灌溉及收成 模仿已有兩百年歷史的古老耕作方式 種植包括黃瓜 蘿蔔 南瓜 木瓜和番茄等蔬菜水果 大多作為菜苗出手 這項法式水耕技術多為在洪水季節時所採用 然而過去每年的洪水季大約僅持續五個月 但如今當地泡在水裡的時間延長至八到十個月 而且有更多的土地被淹沒 據官方統計當地使用浮動農地的農民 從五年前的四千五百人左右上升到目前約六千人 水耕面積從五年前的八十公頃上升到一百二十公頃 農民們表示這些浮乏需要兩個月的時間製作 一般長約六公尺 寬約一公尺 每次收穫後都需要更換新的一年可以收穫五次 不過也有農民表示製作過程中長時間接觸布袋連 經常導致手發癢甚至長瘡 目前孟加拉有超過四分之一的人口生活在沿海地區 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二零一九年的一份報告 海平面上升河海岸侵蝕 可能導致孟加拉在二零五零年失去百分之十七的國土面積 和百分之三十的農作物產量 美國賓州一個設計團隊 推出一雙名為月球漫步者的電動鞋 預計可以把步行速度提升近百分之兩百五十 號稱是世界上最快速的鞋子 月球漫步者仿造溜冰鞋設計底部有八個輪子 透過微型電腦提供動力 可以把步行速度從平均時速4.83公里提高到11.27公里 而且相當省力 使用者將它套在一般鞋子外就能正常走路 設計團隊說使用者在走路時 AI演算法會學習使用者的姿勢 讓鞋子可以適應使用者的步伐 提供更自然的步行動作 而且適用多種地形 不會有摔倒危險 這雙鞋在一個半小時內就能充飽電 續航力達9.6公里 預計售價為1399美元 約薪台幣45000元 垃圾車不只有黃色 在特殊用途時也可以變身五顏六色 紐約市府為了宣導清理回收和永續發展 將垃圾車作為藝術家的畫布 改造成彩繪垃圾車 顛覆了民眾心中又髒又臭的模樣 在紐約市中央維修站內 藝術家們正在替大型垃圾車進行車身彩繪 將垃圾車穿上各種顏色圖案的衣服 紐約市衛生局希望這些彩繪垃圾車上街時 能提醒居民做好垃圾分類 除以回收和減少碳足跡等 同時也成為城市裡的移動藝術品 在彩繪前市府公開發出徵集活動受到熱烈迴響 在收到超過240份的作品中 以紐約市居民與強調永續發展或基層員工的藝術家作為優先考量 最終選出五組藝術家組合 為紐約市的五個區個別繪製一輛垃圾車 彩繪所使用的油漆也是回收而來 是衛生局從大型活動中收集的廢棄油漆 藝術家們除了以鮮艷色彩將垃圾車裝飾的換人一心 還在車身上寫下各種標語 垃圾越少微笑越多 保持紐約市乾淨 希望藉由垃圾車行進時提醒居民注意環境衛生 不要亂丟垃圾 美國太空總署火星探測器洞察號 去年在火星表面偵測到兩次較大地震 證實是流星撞擊火星表面所引起的 這顆流星也在相較溫暖的火星赤道附近 撞出巨石大小的冰塊意義重大 同時NASA也預告洞察號即將耗盡電力 結束長達四年的火星任務 一塊直近約5至12公尺的太空隕石 去年12月24日墜落在火星的亞馬遜平原上頭 造成了一個約150公尺寬 21公尺深的隕石坑 被洞察號地震偵測儀測得四級地震 而火星偵測軌道衛星的攝影機 也從太空觀測到了這座最新的大隕石坑 水將是未來火星活動的關鍵資源 而冰可以轉換為水 供應生活飲用 農作灌溉和火箭推進技所需 類似大小的隕石大約每年會有一顆落入地球大氣層 通常會在大氣層中燃燃燒殆盡 大氣層密度較小 因此直接撞擊火星地表 2021年9月還有一個寬約130公尺的隕石坑 這兩次是洞察號探測到的最大撞擊 洞察號自登陸以來記錄到1318次地震 證實火星是顆地震活躍的星球 洞察號有助於揭露火星內部結構及其地震活動 當初計畫為期兩年 但已延長至四年 由於灰塵不斷覆蓋在其太陽能電池板上 沙神暴更加劇這個現象 導致供電效率大幅下降 NASA預估 洞察號將在四到八週耗盡所有電力 屆時將失去聯繫 日前一場美式足球賽的中場休息時間 一名保全人員因為擋到啦啦隊的表演被抗議 雙方爆發爭執 沒想到抱全突然加入表演 讓全場觀眾嗨翻 保全人員的位置剛好擋在啦啦隊的表演路線上 還影響到一名啦啦隊員 場邊的工作人員立即衝上去與保全理論 不過在爭吵過程中 這名保全突然一個轉身 舞力全開 跟著整支啦啦隊一起表演 現場瞬間笑翻 保全的舞蹈直逼專業水準 絲毫不輸給旁邊的啦啦隊 全場觀眾都被這突如其來的插曲逗樂 現場笑聲不斷 事後有球迷出面說明 這名保全之所以那麼擅長舞蹈 是因為他在大學時代就是個舞者 後來才成為各大活動現場的保全 四年一度的世界盃足球賽 十一月將在卡達登場 曾為梅西手繪球鞋的巴拉圭藝術家 莉莉肯特羅也即將帶著新作 前進世界盃 舉辦一場色彩繽紛的展覽 卡達世界盃足球賽即將到來 出生於巴拉圭亞松森的藝術家 莉莉肯特羅以主辦國卡達為靈感 繪製出多款具特色的球鞋與比賽用球 準備到卡達共襄勝取 舉辦一場別具特色的展覽 二十九歲的肯特羅因替梅西 小羅納杜等國際球星 手繪特製足球鞋而聞名 但他曾想放棄繪畫之路 就在這轉折點時 肯特羅為當時仍效力 西甲巴塞隆納的梅西 繪製了一雙足球鞋 並透過有人轉送 肯特羅原本不確定梅西 是否會收到 直到收到梅西與球鞋的合照後 他的藝術職業生涯就此展開 除此之外肯特羅也希望能創建 自己的運動服飾品牌 肯特羅為此展覽筹劃三年 除了將展出八顆手繪足球 包含曾經奪冠的巴西 德國 義大利 阿根廷 烏拉圭 法國 英格蘭與西班牙 還有球鞋彩繪將以3D模式 呈現本次舉辦世界盃的八座體育館 此外也有結合卡達與巴拉圭元素的系列 加達世界盃訂於十一月二十日開梯 一直到十二月十八日 人類可以用指紋來辨識身份 而寵物也有獨特的部位 鼻子上的紋路 一起來了解 美肌狗狗對於它的主人來說 都是獨一無二的 但是如果有一群長得很相似的狗狗在一起 如何才能證明這就是自家的狗狗呢 現在常用的寵物身份識別方式 是植入芯片和紋身 但這都會對狗狗有一些傷害 韓國首爾一家名為IC Lab的人工智能和生物識別公司 開發了一種新技術 只要掏出手機 對著狗狗的鼻子照張相就可以了 因為就像人類的指紋一樣 貓咪 狗狗等動物的鼻紋也是獨一無二的 而且隨著年齡增長也不會改變 這可以說是非常棒的身份標識 這位尋找走失的寵物狗或者為流浪狗找到主人提供了便利 IC Lab公司表示 這項新型的生物識別技術 準確率可以達到99.9% 他們自2019年開始一直與韓國政府合作 開發和測試用於商業化的鼻紋ID技術 預計在2024年可以完成項目 成為韓國官方寵物狗身份登記的新方法 而每隻寵物狗的註冊費用大約是14美元 如果在街上看見有人穿著18世紀裝束 騎著一個前輪大後輪小的自行車迎面而來 是否有時光倒流的感覺 日前在捷克首都布拉格的一個公園 就上演了這樣一幕 每年11月的第一個星期六 老式自行車的粉絲們都會聚集在這裡 身穿古裝 在音樂聲中或快或慢的優雅騎行 向旁觀者展示技能 這種前輪大後輪小的古典自行車 被稱作辨識法新 是早期自行車的設計 1870到1880年代風靡一時 辨識和法新都是英國硬幣 法新幣值是四分之一辨識 老式自行車從側面看 就像是大一點的辨識 驅動小一點的法新 辨識法新車 因此而得名 這次活動是由捷克自行車手 俱樂部組織的 根據這個俱樂部的網站介紹 自行車第一次在捷克出現 是1868年 新竹的九降風 為士兵產業帶來商機 每年九月底到隔年一月 在新竹地區都可以看到 曬柿子的盛況 曬得紅橙橙的柿子 總會吸引不少想嘗鮮的掏客 和攝影愛好者到場探訪 在太陽曝曬和九降風的乾燥下 紅橙橙的柿餅讓人看了賞心悅目 剝開的柿餅果肉更是透亮 紋理分明 新鮮的果汁僵液 彷彿就要低落 農家利用空地或屋頂 擺設架台曬柿子 由黃轉紅的熟成過程 吸引民眾聞風而至 拍下美麗的瞬間 農友也分享拍得一幅好照片的秘訣 逆光的時候拍它其實會有一種朦朧美 那如果說太陽正照下去的時候 它是一個很亮很亮的光 它會讓那個橘子整個黃色變得很清晨很透徹 然後橘紅色的已經有點蜜糖了會很漂亮 隨著乾燥程度不同 柿子的顏色也呈現不同樣貌 從篩選大小及熟度 再到柿子外皮的去除 然後上架準備日曬風乾的過程需要不少人力 因此柿子劑也成為了全家團聚加工 或是三五好友聚會幫忙的好時機 柿餅好吃的秘訣 除了注意摘柿子時的熟度外 其中幫柿子按摩揉捻的過程最為重要 經過曬太陽經過我們古法的去做 然後去做過之後然後去揉年嘛 它會去走水去色這樣 它做出來的柿餅其實是很甜的 今年的柿子在一開始結果的時候 就比往年的要少三分之一左右 所以今年的柿子量是比以前要少 然後柿子劑也比較短 那因為今年的物價上漲的比較嚴重 水啊 電啊 還有一些包裝上的成本都會增加 所以我們今年的價格是有點調漲 柿餅量少價高 但是品質優良的柿餅還是讓人忍不住想要品嘗 去地後置入罐中 加入醃漬的鹽巴再加滿清水封蓋 小朋友體驗醃漬清脆可口的水飾 還有柿子加工的導覽介紹 體驗農村生活正是時候 在台灣除了新竹北埔 及高雄美濃外 屏東縣六堆地區萬蘭鄉的 五溝水客家聚落 是全臺保存最完善的客家聚落之一 同時也是全臺灣第一個通過登陸 保存的客裝聚落 多座擁有百年歷史的特色建築 透過鏡頭帶您去看看 走進五溝水客家聚落 映入眼簾的紅瓦 門樓 住住成現了百年歲月的客家文化 鐵漢樓 關海山房 中式火房及流式火房等 各家宅地各有特色的建築風格設計 更顯出每戶人家不同的家風 那這些呢 不是以前的這些人教授 在五溝水或者說客家莊 也有 不是說沒有 但是能夠保存得這樣好的話 也是非常的稀少 說這邊的火房的特色就是 它的聚落保留的非常的完整 不是只有一個火房而已 它是十幾個非常完整的火房 去聚在一起的火房聚落 位在六堆客家傳統唯屋火房 紅城堂前 總面積約七百六十六平方米的半月池 是早年劉氏家族所建 除了是蓬城堂的風水池 還兼具不少仙人智慧的設計 半月池就是以前劉家他們有重道 然後他們會用就是前面那邊進水 然後這邊出水 然後進出的地方就有水車 然後可以拿來黏米 然後這個半月池它有很多功能 就是防消防然後騰溫 然後還有養魚的功能 約在一九二零年日治時代建築的 關海山房融合了中式日式 及西式的建築風格 當時是五溝水客家聚落最早的學堂 經過歲月的洗禮 許多火房或多或少都曾維修過 藉由文化部跟我們課委會 用以舊復舊的方式 我們把它修整好了 修整好之後 我們希望藉由藝術家的進駐 以及我們各項活動的舉辦 讓它活化 不論是完整的門廷廳堂 或是凋落斑駁的防射角落 處處蘊含獨特人文意境 也讓人仿佛走進時光回廊 稀稀品味客家百年建築風華 許多人喜歡欣賞漁群悠游 您知道屏東海生館的私域人員 是如何照料館內的海洋生物嗎 海生館舉辦了民眾體驗活動 帶您了解 走進海生館後場 一波波浪潮聲 吸引民眾探尋 為什麼室內會有海浪拍打的聲音 原來是一個個的水箱注滿水 就會往池子裡倒入 發出浪潮般的聲響 後面這個一直聽到這樣 砰砰的聲音 這個缸子是在前場的亞巢帶 這也於他們習慣的環境 就是有很多的海浪來拍打 那我們為了模擬這樣子的環境 所以我們會用照浪機一直打海浪 讓他們習慣 也讓大家可以看到說 這個環境長得是什麼樣子 在大洋池上方的後場 除了模擬亞巢帶的場域設施 還可以從不同角度 俯視在大洋池的海中生物 看到有別以往 私域人不是穿著潛水衣 隔著玻璃前方的餵食袖 而是站在移動天梯餵魚 或是拿著低管位剛出生的小魚 讓體驗的民眾及小朋友 大開眼界 後場可以看到的東西呢 當然就是我們可以從 池子的正上方往下看 第一個用不同的視角來觀賞 知道說私域人員平常行走啊 平常工作的區域長什麼樣子 還有私域人員平常的內容 除此之外呢 剛出生的小魚抱抱喔 或者是新近的魚 我們都可以在後場看到 它有互動的那個活動 對 然後可以讓小朋友了解 小魚從怎麼增長成為大魚的過程 對 讓小朋友更體驗大自然的東西 各式各樣海洋生物讓人目不遐忌 民眾表示透過後場體驗 瞭解到大自然中海洋生物的奧秘 讓人更敬畏世界之大 並懂得環境保育的重要 大千世界 陪您全家人 一起長知識 何家歡 找創意 我是以希 感謝您的收看 我們下次見